剪拔弩張 美國德克薩斯國民警衛隊 與聯邦邊防巡邏隊 因移民問題展開對峙 分歧加大 德州政府公開批評白宮 獲全美25名共和黨州長聲援 政見不一 步不讓步 轉運移民不斷上演 德州硬剛聯邦政府 移民問題如何撕裂美國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馬洪濤 今天一起來關注不斷升級的美國移民矛盾 近期美國德克薩斯州地方政府與聯邦政府 在如何解決移民危機的問題上 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並且這個衝突可以說是愈演愈烈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美國25名共和黨州長發表了聯合聲明來支持德州 再次參與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也是站在德州這一邊 那麼德州為什麼要硬剛聯邦政府 移民未提在美國社會的議題裡面到底有著怎樣的分量 將會對今年美國大選產生哪些影響 在這種激烈的黨爭之下 美國移民問題未來的走向又將會如何 今天晚上一起來討論 演播室是請到兩位嘉賓 一位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魏亮 歡迎魏亮 另外一位是央視財經評論員劉哥 歡迎劉哥 好 在開始討論之前 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 美國德州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 他們的分歧到底出在哪裡 2023年 大量移民越過美墨邊境非法進入美國 地處美國南部邊境的德克薩斯州承受了巨大壓力 德州州長阿伯特曾多次指責拜登政府處理移民問題不利 致使德州不得不依靠自身保護邊境安全 12月18號 阿伯特簽署法案 將移民非法越境進入德州的行為定為犯罪行為 並賦予當地執法部門逮捕非法移民和法官驅逐非法移民的權利 在阿伯特受益下 德州國民警衛隊開始在美墨邊境上拉起鐵絲網圍欄 並用武力手段阻止非法移民進入德州 然而2024年1月22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應拜登政府請求 以5比4的投票結果允許聯邦執法人員拆除德州鐵絲網 不過德州方面態度強硬 德州國民警衛隊拒不服從最高法院和聯邦政府的命令 反而設置了更多的鐵絲網 並與聯邦邊防巡邏隊展開對峙 25號 共和黨主政的25個州的州長聯名戰隊支持阿伯特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27號也稱讚阿伯特 表示在遏制移民問題上 德州理應得到權力支持 當地時間28號 德州副州長帕特里克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德州不希望與拜登政府發生衝突 但德州有權保衛自己的公民 有權保衛國家 一天之後的29號 帕特里克再次重申 德州正在盡一切努力 繼續在美墨邊境搭建刀片刺網 如果執法部門對其進行拆除 德州將會與其對抗 一邊是德州國民警衛隊 一邊是聯邦邊防巡邏隊 因為移民問題 我們看到德克薩斯州政府和聯邦政府 可以說現在已經是劍拔弩張 那威亮在你看來 雙方為什麼會在移民問題上 產生如此巨大的對立 應該說現在這個德州政府 和美國聯邦政府 在移民問題上的這個糾紛 它有制度層面的問題 也有結構層面的問題 我們先說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上來說 那這段邊境實際上是美國的邊境 它歸聯邦政府管 無論是說邊境的管控 邊防移民簽證 方方面面 這些事物都是要由聯邦來決定的 因此它是國土安全部下屬的 這個移民管理局 包括它的這樣一種邊境巡邏隊 來維持邊境的這樣一種秩序 防止這個偷越邊境行為發生 那在這樣一個事情上 實際上 州的這樣一國民警衛隊也好 它的警察也好 實際上是在這塊沒有職權的 但是呢 就是因為一些這個結構性問題 使得這件事情呢 出現了一個糾紛 比如講 這個視權在這個聯邦層面 管邊境 但是這些這個移民它入境之後 它是要落地的 它是要生活的 那就面臨的 首先是德州的治安問題 社會問題 這些移民的吃啊 住啊 就醫啊 包括孩子上學 這些問題怎麼解決呢 都得德州來花錢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隨著我們說過去一年 拜登政府 他的這樣一個對這個海外的 這樣一個移民的政策的開放 包括取消了之前疫情期間的一些禁令 使得這個這個移民 大量的湧向了這個美墨邊境 那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呢 就使得德州就有點不堪重負了 因此在經濟層面來說 它這些錢的成本沒法消化 我看到一個 德州的一個消防局的局長就說 說他們現在一年要接9000多次電話 然後呢 其中10%都是跟這個移民有關係的 他們局裡邊新增的所有的支出 都是放在邊境的緊急救護車呀 包括他的這個消防員要緊急去救人啊 這些事情 所以對他們來說呢 確實給德州普遍的增加了 比較大的這樣一種經濟成本和社會負擔 當然同時呢 德州也有棄不過的一部分 就是對於他來說 他是接收這個邊境移民的一個主要的州 但是呢 那些不承壓的這個視線呢 比如說在內陸的一些 比如剛才咱們節目預告片裡面講的那個芝加哥市 它就是所謂的庇護城市 他們這些城市歡迎這些移民的 因此呢 一邊是有人這個不花錢 然後在那說我歡迎移民 一邊呢 是這個德州必須要承接這個移民的壓力 因此呢 它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糾紛的態勢 而且使得這樣一種形式呢 愈演愈烈 當然從這個移民的對德州的經濟貢獻來說 其實還是不少的 德州的勞工裡邊8%左右是移民 當然是已經對他形成經濟貢獻的 而且呢 給德州的納稅也不少 而且德州的平均稅率要比他聯邦整個的要高的 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 你看到就是德州也知道這個因素 就是既有的移民 他不管 那麼所有的舉措都是對那些還剛來還沒給他形成經濟貢獻的 所以說聯邦政府放鬆了對邊境的管控之後 其實這個後果是需要德克薩斯州來進行承擔的 雖然這裡面有一定的一些經濟方面的好處 但是總體上德克薩斯州現在決定無法容忍 對吧 不再忍 那我們也知道在美國邊境上 除了德克薩斯州之外 其實還有加利福尼亞州 還有亞利桑那州 還有這個新墨西哥州 為什麼其他的三個州現在並沒有如此強力的反應 只有德克薩斯州如此強硬 這四個州呢是三藍一紅 就是德克薩斯州是紅的 也就是隨共和黨執政的州 其他三個州呢 他都是民主黨執政的 而且從走線的所謂的這個線路來說 德克薩斯州更近 因為他更靠西南方向 這樣呢就是說 對於這些從南美的這樣一些移民來的話 首先呢他肯定是選擇德克薩斯這面 所以這樣的一些因素呢 導致德克薩斯州承擔的壓力也是最大的 而且呢德克薩斯州呢 他現在其實是相當於共和黨的大本營 因為他有38張選舉人票 那麼僅次於加州 加州的話呢相當於是民主黨的大本營 所以呢在這個移民的這個事情上 因為兩黨的這個分歧非常大 所以呢對於德州來說 就是說一方面他是本身的經濟壓力 另外呢他從歷史上和從現實來說的話呢 他有底氣或者是有一定的傳統 歷史上呢在1835年到1845年 這段時間德克薩斯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就是說他是從墨西哥分離出去 然後後來呢又十年以後呢加入到美國 所以他有這種這個獨立於聯邦之外的這樣的一種傳統 另外一個呢就是經濟實力他非常的強 那麼他現在呢三千萬多萬人口 他是僅次於加州的一個新的創新的基地 就是說他現在甚至人就把這個休斯頓這一代的話呢 叫做第二硅谷 那他有非常好的一些政策系 你包括特斯拉就把總部簽到這個德州了 那麼這樣呢就是說整體來講的話呢 他的傳統也好他的現實的壓力也好 還有他的經濟實力也好呢 所以這樣的一些因素呢就導致的話呢 他在這件事情上呢跟聯邦政府的話有硬槓 就不管是政治上傳統上還是經濟上 他都有一個獨立的這種傾向 所以也很多人把這個德州稱作是孤星州嘛 事實上呢在如何應對非法移民的問題上 類似的博弈一直是存在的 在一些共和黨執政的州 不只是德克薩斯州近來呢 是屢屢的採用轉運移民的這種方式 把這個問題拋到民主黨的手中 我們繼續來做一個瞭解 當地時間1月1號 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的355名非法移民 乘坐飛機抵達伊利諾伊州 芝加哥羅克福德機場 隨後這些移民乘坐包車離開機場 就在2023年12月 德州政府還曾出動飛機 向芝加哥轉運120多名移民 德州州長阿波特的發言人表示 動用飛機轉運移民 是因為芝加哥市政府 針對轉運移民的大巴 推出了新的懲罰措施 德州先前多次用大巴 向芝加哥轉運移民 一些大巴運營商為避免被罰款或扣車 把移民運送到芝加哥周邊城市 給當地安置造成壓力 自2022年以來 德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等 共和黨主政的州政府 多次將非法入境的移民 轉運至民主黨主政的 紐約 芝加哥等城市 轉運移民逐漸成為 各方爭鬥的工具和手段 我們還看到德克薩斯州的州長說 聯邦政府如果不能夠確保 邊境安全的話 他們的運送行動就不會停止 威亮你會如何看待 這種轉運移民的做法 如果說這是一種 鬥爭的工具的話 它的效果會是什麼 應該說轉運移民的做法 不是最近才有的 從拜登政府執政以來一直有 甚至曾經德州曾經把一兩車移民 就拉到了 哈里斯副總統的官邸前面去 它實際上表達的是 對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 包括那些庇護城市的 做法的不滿 因此它採用這樣一個 轉運的做法 但是現在看來 就是有20多位 是共和黨人的州長 都聯合起來說 支持德州的行動 它的黨征的意味 就比較明顯了 我們說從這個本身的價值判斷來說 美國曾經有多次的民調顯示 在移民問題上 那民主黨它是支持多元文化的 這樣一種取向 因此它更加喜歡移民 或者說不說喜歡移民 也是對移民持一個開放態度 那麼對於共和黨來說 應該是絕大多數的共和黨人 在移民問題上都持一個負面的態度 因此他們在移民問題上的態度 就決定了 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就有了這樣的差別 那麼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說這也和大選年有關係 要不然也不會有20來位州長 聯名去做這樣一件事情 尤其是背後還有其他人在支持 那麼這裡邊有什麼呢 實際上就關係到了選票 我們說拜登政府 包括民進黨政府 為什麼會支持 或者對移民有一個開放的態度 就是因為它有比較大的 有色族裔人種的族群的這樣一種支持群體 作為民主黨的票倉 那麼同時我們說這些移民 多多少少都是來投進靠右的 他們受到了好的待遇之後 他們的親戚朋友可能就會 給民主黨投上寶貴的一票 拜登的票就有了 同時這些移民在美國 並不是不交稅的 他們中的其中很大一部分 雖然說是享受的待遇 比美國的公民要低 但同樣是通過領取工資的方式 代抠稅的方式去交稅的 因此應該說民主黨政府 通過這一招它是既賺錢又賺選票 對於共和黨來說 它是要打移民牌 這個移民牌就是我們不願意要移民 它的票倉基礎是中低收入的白人 對這些人來說 雖然他們也不願意去做那些 比較苦比較累的工作 但是他看到這些工作被移民拿走了 不高興 怎麼辦呢 共和黨就要利用這一點去撈取選票 因此在這樣一個關鍵節點上 突然出現了這樣的 這麼多的共和黨人的州長 來群起而公之這件事情 就說明它的黨爭意味越來越濃 而且在未來一年的大選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成為民主共和黨兩黨 爭奪的一個重要的焦點 所以你覺得還是跟今年大選有關係 所以才會在這樣大選之年 出現一個這麼一個劇烈的一個對立的局面 那劉哥你覺得呢 就是移民問題到底在美國的社會議題當中 它是一個怎樣的一個話題 對它其實是兩黨分歧的一個本質的一個地方 你看呢在特朗普在競選當中的話 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主張 就是要在美墨邊境要建墻 而且還要讓墨西哥出錢 那麼他這個當選以後呢 他也這個墻沒來得及建起來 到後來有了疫情以後呢 那麼他就借助這個疫情呢 就出台了一個所謂42條法案 那麼這個法案呢 就是說以前呢 這個很多都是先進來了以後 然後把這些人集中登記 然後再分別的話呢進行聽證 然後呢再爭別是不是給他身份 但是這個法案呢就是說 那麼你進來以後的話呢 對不起全部驅除 能驅除的基本驅除 所以呢這一段時間裡面的話 只要是共和黨執政的話呢 那麼就是相當嚴厲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麼後來呢 在2023年5月的時候 那麼這個政策就被民主黨取消了 所以的話大量的人就進來了 所以這個事情上的話呢 就是他們兩黨分歧的一個根本的地方 是的確就像剛才劉哥所說 現在美墨邊境的確面臨著 前所未有的壓力 有數據就顯示 僅僅在2023年的12月份 就有超過30萬非法移民 試圖穿越美墨邊境抵達美國 那麼這也是有紀錄以來 單月的最高的一個數字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在位於美墨邊境的 利奧格蘭德河上 美國德克薩斯州政府 為阻止非法移民穿越河流 而安放的浮標屏障十分醒目 德州政府為此花費約100萬美元 約合人民幣718萬元 但效果十分有限 非法移民問題正在對 美國經濟構成衝擊 為阻止非法移民湧入 美墨邊境多個口岸陸續關閉 導致兩國之間的人員流動 共和貨物運輸受阻 德州邊境城市因此遭受 高額經濟損失 它是影響到所有的 它是影響到人們 進來工作 在這裡 孩子們進來學校 和商業 有德州警察表示 儘管該州不斷加強 應對非法移民潮的各項措施 但截至目前 移民湧入的情況 仍沒有減緩的跡象 我們注意到 其實美國總統拜登 日前也表示說 白宮團隊現在正在同 國會兩黨議員就一項移民法案 進行談判 以嚴肅地應對這場邊境危機 那為了你覺得 因為移民問題所導致的 這一次德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 對峙未來會如何演變 會不會再產生一些 新的連鎖反應 我覺得會進一步的加劇 很可能還會有一些 更嚴重的連鎖反應 比如我們說可能產生一種 聯邦和州之間的法律糾紛 現在德州出臺了兩項新法 那麼最重要的一個聚焦點 就是說它要拘捕 有權拘捕這些非法的移民 那麼在這樣一點上來說 它應該是在美國第二個 應該是前一個是亞利桑那州 它曾經有過一個法 就是說見到了沒有持有 移民文件的移民 就能夠去定罪 當然這個法已經被 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它為憲 所以說現在 這個德州立這個法 實際上它有一種挑戰的意思 就是說我要把這個事情 鬧到全國去 讓大家來評評理到底誰對 因此它會形成一種 它和憲法之間的 這樣一個矛盾和衝突 那麼另外一方面 就有可能是外交衝突 因為德州它是一個州 它沒有外交權 外交權在聯邦 那麼它說要把這些移民 都趕到墨西哥去 或者送到墨西哥去 那墨西哥 為什麼會跟你 這一個州打交道呢 這種糾紛 何況墨西哥自己評估過 大概83%的人 不是墨西哥 墨西哥自己的人 很多是中美洲 真的 憑什麼不讓墨西哥 來承擔這個責任呢 另外就是說 在民意上 也可能有更大的撕裂 這種撕裂呢 就源於說兩黨之間的 這種認知的不同 引發的這種撕裂 其實現在有美國媒體 已經在說了 這一場對立 有可能甚至會引發 美國的內戰 劉哥你覺得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 另外就是 未來美國的移民問題 可能會如何走向 對 德州呢現在它的依據說 按照美國憲法呢 如果某一個州受到外民的入寢的話呢 他有權自衛 他認為現在呢 這個非法移民呢 進入德州 就是入學 對 所以他要自衛 那麼現在呢 對於聯邦政府呢 他有大法官的這個判決 說現在呢 要求德州的話呢 拆掉這些鐵絲網 所以呢 一個置若網門 一個欺虎難下 但是呢 從以往的這個共和黨民主黨 兩黨爭鬥的這個歷史來看的話呢 通常在選舉前啊 然後呢 他的這種爭鬥的話呢 會加劇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那大家的話呢 都要把自己的姿態要擺足 因為對於民主黨來說 他要給他的選民看 因為對於民主黨的選民 大量的是大城市裡面的中產階級 他們是歡迎移民的 因為很多的城市裡面的服務工作 這些移民的話呢 是可以完成的 而且移民的二代往往呢 都很多有創新的這樣的一種能力 但是對共和黨的這些 他們支持者可能就不太喜歡 所以他們這樣的話呢 最後可能就要妥協 要通過某種方式來進行妥協 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以這個由來已久的問題 恐怕也很難有一個特別完美的解決方案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去一段廣告 來關注我們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品牌強國工程的品牌展播 稍後繼續回來 國家品牌強國品牌 歡迎關注品牌強國工程 食用油怎麼選更健康 調和油綜合多種植物油 可求配備 選油我推薦1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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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酸均衡的調和油 全球眾多營養專家一致推薦 赤水河佐岸 有座美麗的狼酒莊園 孕育出莊園醬香白酒 青花狼 青花狼 赤水河佐岸 莊園醬酒 就像交響樂團一樣 人車家全生態 匯聚小米汽車和超六億智能設備 小米澎湃OS 養盡山盡美之心 成大汗風采之雅 茅台匠心 汗匠傳承 身體健康最重要 每一天多關注 不自你以後稀秀 是我不一樣 雲南白羊 隔離創新送風技術 冷風不吹人 熱風暖全身 風不吹人 更養生 好空調隔離罩 能量與信息 帶動人類文明進步 中國移動 致力更加豐富便捷的融合數字服務 打造世界一流信息服務 科技創新公司 中國移動 鋪寫時代新天章 身體健康最重要 每一天多關注 不自你以後稀秀 只無故也有雲南白羊 好的 歡迎您繼續關注正在直播的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馬鴻濤 大選之年 美國的移民問題 已經成了美國兩黨鬥爭的一件武器 共和黨極力地維護白人群體的利益 強調保護邊境安全 驅逐非法移民 而民主黨呢 為了贏得和擴大有色族裔群體的支持 主張採取更加寬鬆的政策 傾向於讓非法移民獲得合法的身份 那麼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美國社會的移民危機 可以說是愈演愈烈 越發呈現出一種擊中難反的態勢 在2024年這個特殊的年份裡面 類似的爭端和博弈想必還會不斷地出現 我們繼續關注 好的 非常感謝您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感謝兩位嘉賓給我們提供的精采的觀點 謝謝